最近国内天气出现了两极化现象 就在多个州属忙着应对水灾浩劫之际 大马气象局就预测 二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季节 将会持续到今年第二季度 另外 消整单位推测 我国今年将会面对近三年来最严峻的旱季 更因此鉴定全国超过400个 随时发生火灾的热点地区 第一步是我们把冰箱面当中的季度 在这设设计会记得到有尽重的季度 我们继续到三年之后 那检续造成了三両屋是 第一步是在其中一个地方 最多的地方是 在并尽海谷历全国重过千金 所以我们能够镰设计到 在 Selangor, Pahang, Johor, Sabah dan Sarawak 我们将会给互联统 给地区的地区 我们将确保 根据消整局的数据 吉打一共录得 119个地区 是热点最多的周数 当局已经做出 适当的人手安排 同时准备相应的设备 对抗今年可能会增加的 公开焚烧案例 除此之外 消整局也会聚焦监督 泥炭区 非法垃圾 以及地方政府管辖的 垃圾焚烧活动 确保整体形势受到控制